大家好 我是王建文 先前跟各位提到包含像電動車的產業 包含像所謂航太的產業 電動車的產業跟航太的產業 我們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會持續幫大家追蹤 我們在股票市場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買的東西 懂得東西越多 買的東西越多 對你來講武器越多 那個武器越多 你了解之後 了解每個產業的不同 每個產業的成長之後 對各位來講操作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每天每天幫各位累積 對不同產業的看法 那當然如果 有一些觀眾朋友 有一些投資朋友 你可能對於有一些產業 那有些想法 那有些問題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大家聊一聊 討論一下 對各位有幫助 那畢竟來說 我們擁有的資源是比較多 那今天我們要談什麼 我想電動車是這一波的強勢股 那產業我已經跟各位介紹過 航太也是這一波 有的個股是強勢股 不是每檔股票都是強勢股 我們也跟各位分析過 那今天我們來談一個 很有趣 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產業 那這個產業叫做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的產業 很趣的啦 等一下我告訴你 為什麼說行動支付的一個產業非常有趣 那其實最近台灣 台灣大家都在說那個詐騙 肯亞詐騙 那有一些台灣在外銷這個服務業 服務業就是詐騙的服務業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那個相關的那個法律 或者是說法律就算存在那邊 但是法院判的很輕 所以變成說台灣從事這個所謂詐騙的人 是越來越多 變成一個產業 詐騙產業 那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在肯亞肯亞發生事情之後 那這群人是被遣到 遣返到中國大陸去審判 那這個我們不談 我們要談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個重點 肯亞的行動支付 或者是手機智慧手機行動支付的一個什麼 非常蓬勃發展 他們連什麼 連薪水 連薪水 入葬之後 他們都可以什麼 逼一下 你也許沒有辦法想像 觀眾朋友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在台灣好像 行動支付 不是那麼普及 但是在非洲 非洲的肯亞 現在已經非常普及 那更有趣的一點 在不管在任何國家都有所謂的丐幫 就是有困難去乞討的人叫丐幫 在英國也好 在那個杜拜也好 現在自備刷卡機 自備刷卡機 也就是說你要捐錢給他 捐錢給他 你直接刷一下 逼一下就好 所以這個產業的確有它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潛在的成長性在 我們就來看這個有趣的產業 來 那跟台灣 在台灣比較有關係的 我們當然也要看台灣國標市場有關係的 大概有這幾個領域 一個領域是消費IC 一個是指紋辨識 為什麼 因為你要逼的時候你要辨識 不然你的手機如果被人家撿走了 要去逼一下 逼一下那怎麼辦 所以他就會結合所謂指紋辨識 用指紋辨識來判斷你的身份 來 那指紋辨識部分包含像易龍電 包含像神盾 包含像敦泰 那另外就是所謂IP部分 IP部分是歷望 是歷望 那刷卡機部分 刷卡機部分是同亨 那同亨主要合作的 就是美國Apple Pay Apple Pay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公司 所以同亨的讀卡機 刷卡機 刷卡機就是 由同亨來提供 那POSE機部分包含像飛結 振華電 那在系統整個部分 包含像京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神盾 沒有賺錢之外 其實有的股票 有的公司其實 賺錢的幅度也不大 像敦泰 有一個轉機 只有0.59元 那比較穩定的包含像歷望 那同亨這幾年的業績有上來 那包含像所謂POSE機的一個 震華電飛結 那這個業績都比較好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操作之前 先把產業了解 產業了解之後 我們再來看有哪些個股受惠 再從這些受惠的個股中 我們去找到機會了 那我們下個階段繼續回來聊 大家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是王建文 來 那上個階段我們跟各位講說 這個有趣的一個產業 成長性是慢慢出來 包含所謂的美國也好 所謂的一個中國大陸市場也好 現在應用越來越廣泛 你可以發覺說 包含像所謂的一個非洲 你要付錢的時候 人家用手機避一下 避一下 那很多丐幫的人士 他是用刷卡機 如果你要捐錢給他用刷卡機 所以這個行動支付 那你去想一下為什麼 Apple那麼大了 他要去切Apple Pay Samsung要切 所謂Samsung的支付 那很多大廠都在切這一塊 有他的利基在 那上個階段我們把台灣 有關係的一個產業 有關係的一個零組件 有關係的個股 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那就以利旺來講 其實利旺這間公司主要是IP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他入帳的一個月份就是1472 1472 1472 那個權力金入帳之後 他的一個營收就會跳高 所以每個產業 有每個產業 他不同的一個個性 應該說不同的一個入帳的一個特性 特性 這你要知道 那比方說像偽權店 偽權店主要跟中國銀聯部分 其實你也可以發覺說 他獲利不高 但是他的一個股性 有時候很活潑 但是有時候 你往往 追上去之後 你就套了 那指紋辨識這塊是最有趣的 神盾的股價比較高 神盾反而是賠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檔指標股 來 那第一檔我們當然要看利旺 利旺是先前 有一部分的一個外資 非常非常看好的一間公司 那這個外資甚至當初喊到700塊 喊到700塊 那後來怎麼 後來就沒有到700之後就壓回來 那這檔股票的一個成績讓 目前還沒有擴增上來 那你就要特別去觀察 觀察說 因為它是一個橫盤的架構 橫盤的架構 什麼時候有一些投信或 所謂的外資下去買 這檔股票才有機會 不然你可以發覺說 以目前看來 他的一個股價幾乎是呈現一條線 一條線 所以利旺這檔股票 漲起來也是很活潑 所以這檔股票你可以觀察 只要有法人下去 我想因為它是1472入帳 那這間公司你就把它當指標 因為往往什麼 往往相關的行動支付乾淨股要動的時候 利旺會先表現 表現 因為畢竟來說它是股王 再來看 這是同亨 那同亨這間公司 你可以發覺說活潑的時候也很活潑 這類型的公司都很活潑 那所以這類型的公司很活潑的同時 你就注意喔 因為幾漲之後幾點 幾漲之後幾點 幾漲之後幾點 現在再做一個橫向的擴底 那這個低點就很重要 應該說這個低點跟這個低點就很重要 如果說這兩個低點沒有破的話 因為其實這個低點是大概在50塊附近 我只是在陳述這個事實 不是說你可以下去買 現在的價位差這個價位點 其實也60塊60幾塊50塊 所以短線上如果有一個所謂回撤 這兩個低點的同時 那你就可以觀察 因為我們看到同亨的獲利 其實有穩定下來 又有穩定下來 那再加上指標 其實低檔有慢慢頓化 所以這檔股票你也可以注意 因為往往立望跟同亨嘛 都是所謂的一個法人所謂業內 最喜歡的兩檔股票 所以我想立望跟同亨 你就可以去注意 我覺得說同亨如果在下來的同時 去測這兩個低點 去測所謂支撐 也可以去觀察一下 那另外一檔股票是2436的偉權點 這支股票 說實在 有時候要做外負 可是往往 你看到出大量 很有趣 只要出大量就是高檔 只要出大量就是短線上的高檔 出大量就是短線高檔 也就是說它常常什麼 常常人家吃貨的時候 是默默的在吃 默默的在吃 然後你看到那個報紙寫很大 媒體寫很大的時候 往往就是要出股票的時候 出股票的時候 所以這間公司的股性 是比較不好操作 不過你可以發覺 它現在是呈現一個短均糾結 短均糾結 這個地方 假設說能夠過這個量 過這個量吃過去 其實這檔股票還有一段 還有一段 所以2436的偉權店 你也可以注意 因為它主要跟中國銀聯合作 偉權店也有一些產品 只是這間公司 真的 股性 平良心獎比較難掌握 如果你想要做的話 那其實 有時候可以跟我們聊一聊 討論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是神盾 指紋辨識的神盾 神盾的優勢在哪裡 神盾的優勢在哪 神盾的優勢在演算法 神盾是一間還沒有賺錢的公司 可是你可以發覺說 現在的股價是130 140 那如果就指紋辨識 跟所謂行動支付結合 或指紋辨識 去結合所謂手機的話 那當然我們看的 包含像義龍店 包含像所謂的一個神盾 包含像所謂的敦泰 那敦泰是股價也比較低 所以如果要投機起來 如果要投機起來 其實敦泰是比較有機會 義龍店的股性是最牛 義龍店的股性 但是如果指紋辨識真的要發動 指紋辨識真的要發動的話 那你可能要看一下神盾 把神盾當指標 把神盾當指標 因為神盾這也是什麼 這也是去年掛牌的股票 去年掛牌的股票 那最高拉到185 最近在做一個量縮的一個震盪 那你可以發覺神盾的量很小 所以你如果看好這個演算法 看好這個產業的話 你還是要小心 因為阿伯老師這邊常講 我把產業告訴各位 我希望各位從裡面找到真正的機會 但是真正的一個操作 你還是怎麼樣 你還是要找所謂的一個專業的團隊幫你規劃 那當然基本面有什麼更改改變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掌握 另外你也可以從所謂的一個股市的一個公開的觀測站 去看看公司有沒有什麼公告 這比較重要 那我想今天的一個行動支付的一個產業 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